还没下班 怎么看起来没劲打擦的 我还有些工作没有做完 要不你先回去吧 你怎么在做这些事情 你现在是副组长了 应该把这些事情安排下去 不要把所有的问题 都揽在自己身上 是 我知道 但我这不是 不懂得怎么管理吗 有人为难你了 有人为难你了 你不要去责怪他们 才刚当领导 就知道维护下属啊 所有人呢 都是从不会到会的 你身边很多的好榜样 你可以跟他们学习啊 比如呢 比如 像胡佑啊 吴雨啊 金书啊 冬贤啊 还有 我 那请这位好榜样教教我 怎么样才能让大家幸福我呢 现在是下班时间 你男朋友我呢 可不想加班 请我吃东西 我去告诉你 好 好 吃什么 先走吧 你就请我吃这个啊 这怎么了 这很好吃的 你试一下嘛 我好去吃这个吧 你试一下吗 你试一下是不是 你试一下吧 你懂了吧 其实还挺简单的 就是恩威秉师嘛 年纪比你大的员工呢 看你年纪小 好拿捏 希望你什么事都听他的 但他要的呢 其实就是尊重感 不然这样吧 你明天找件事情 诚心地去请教赵姐 让他感受到你对他的尊重 你看事情是不是比较好推进 嗯 好